慈禧可谓是在梁中华之物理修自己之灵寝 不仅灵寝本身华贵雍容 陪葬品更是堆积如山 且样样架之连城 孙念银和满清有着深仇大恨 祖父孙凯阳和父亲皆因其人而死 有奸于此 他也不会单纯的只偷盗宝物 肯定也会借其复仇一搏 剥去慈禧衣服 让他一不折体 就是对死者的莫大污辱 生前翻手为云 副手为予的慈禧肯定想不到 自己精心打造的华丽灵性 竟然成了盗墓者的目标 陪葬宝物都被洗劫一空 自己也是赤身裸体 这也正应了一句话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